我們再次以熱烈掌聲 歡迎今天的講師 吳朗隆東老師 謝謝 接下來我想跟各位分享 就是民謠音樂節 尤其是民謠音樂節的一些心得 我想各位如果談到這個音樂節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因為每年肯定有春天的吶喊嘛 對不對 那我們自己這邊也辦了好幾年的這個民謠音樂節 我想可能春天的吶喊就不用講了 我覺得那個就我來講 那個不是一個音樂節 那不是一個音樂節 因為全世界包括台灣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音樂節 它永遠是以地方作為主體線 沒有一個音樂節是外來的 沒有一個音樂節是移民過來的 沒有這樣的音樂節 所以這個音樂節呢 我都不願意稱它是一個音樂節 不願意稱它是音樂節 所以我們今天的音樂節其實是 那個是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內 那我因為我在1998年 那因為跟我們家鄉的一個子 叫林森祥 我們組了一個樂隊叫做交工樂隊 所以那時候呢 我們發了兩張專輯呢 就是第一張我們得到金曲獎的傳統樂 那時候我們剛組這個樂團的時候 我們是用三歌的元素 用八音就是客家的八音 做為音樂的調形 所以我們剛開始呢 我們覺得想要讓全台灣知道我們有這個存在 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去報金曲獎 我們還不敢報流行音樂類 各位知道金曲獎分兩類嘛 一個是流行音樂 一個是傳統音樂類嘛 我們不太敢去報流行 我想說報流行可能得不了獎 所以呢 我們就去報傳統音樂 結果一報的時候呢 嚇了一跳 入圍四樣 得了兩樣 一個是最佳作曲 一個是最佳製作人 所以我也莫名其妙 拿這種傳統音樂的最佳製作人 我拿過一次 然後第二張專輯的時候呢 我們覺得有把握的 所以呢 我們就去報這個金曲獎的流行音樂類 就那年好像是入圍了 大概是兩樣還是三樣嘛 得到一個最佳樂團獎 我記得呢 那個時候呢 入圍最佳樂團獎的時候呢 全拿到沒有人知道說 怎麼叫交共樂隊 沒有人知道 然後我們那年入圍的團體 大概有 連我們在那裡有六團 有叫做什麼 四分位 刺客 還有一個大隊 最有名的叫做五月天 所以我們那時候 拿著獎之後呢 開始就得到一些 策展人的注意 所以我們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有機會去參加歐洲的民養音樂節 那我先講好 我所參加過最有意思的一個音樂節 是在挪威 不會知道挪威嘛 北歐 北歐的這個挪威呢 它在挪威的最北邊呢 就是靠近北極圈的地方呢 有一個地方它有一個少數民族 叫做薩米族 薩米族呢 其實我們去看的時候 會發現薩米族呢 其實是我們東方的連口 因為他們是從西伯利亞搬過去那邊 所以他們是遊牧民族 那麼薩米族呢 所講的話呢 其實是比較接近 中國大多北邊 跟西伯利亞這一帶的語言 那所以他們在當地呢 大概近一百年來呢 大概都被北歐的這幾個國家排斥 可是呢 他們在大概是1950年來的時候 他們產生很強的一種民族復興運動 可是呢 他們產生民族復興運動的時候才發現呢 他們這個薩米族呢 不是只有集中在那個國家 他們還包括呢 他們分布在芬蘭 分布在丹麥的北邊 也就是說呢 一個族群呢 分布在三個國家 你說怎麼辦 可是呢 他們就組了一個東西 叫做民族議會 就有點像現在的台灣的原住民那樣 這民族議會呢 是跨國的 所以以我們族群為主體 那他們在1980年代呢 就開始辦民有音樂節 所以這個民有音樂節呢 可能是地球上呢 最靠近北極圈的音樂節 那他們每一年呢 就在夏天的時候辦 因為夏天的時候呢 這個地方呢 太陽呢 是晚上的兩點才下山 夏天的時候 兩點下山 大家太陽幾天起床 早上四點 所以晚上只有兩個小時 是沒有太陽的 可是你知道那個太陽好 只在地上面 繞一些就上來 好不好 天空是白的 所以各位可能讀 俄國小時候讀過說什麼 白夜 就這個意思 而他們一年 就只有三個月 是夏天 所以呢 這三個月呢 那邊人就捨不得睡覺 再過來就是 長天慢慢的嘛 所以這個地方的音樂節呢 我覺得就很有意思 第一個呢就是說呢 他們要復興整個地方的文化 那麼同時呢 他們又很知道說呢 這個地方文化的復興的主體呢 在於年輕人 在於年輕人 那同時呢 他們又想希望呢 透過這個音樂節呢 能夠吸引挪威跟芬蘭 國內各個文化界 各個社會領域人的助力 甚至呢 他們還希望說這個音樂節呢 能夠引起全世界的人的注意 所以他的任務呢 就非常非常的多 我給各位試試看 你看嘛 要讓小孩子能夠 而且他跟各位不一樣喔 他們的語言幾乎流失了大半喔 所以他們音樂節 是從小孩子的薩米化的母語 開始教習喔 還有從青少年 進入他們那個薩米的文化語 教他們講母語 穿傳統衣服 這樣做起喔 還有呢 到了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呢 他們除了講這個母語的訓練之外呢 他們還有做什麼工作 他們還邀請全世界各地的 少數族群的年輕人 來跟他們一起聚會 談什麼東西呢 談我們年輕人對族群的看法 談我們年輕人對地方文化復興的看法 所以這個場合裡面是以年輕人為主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美羅 我們還派過年輕人參加這個 這個音樂節裡面的這個部分 還有呢 他們每年辦這個音樂節 他不是只有音樂部分 他還辦什麼東西 他還辦跟少數族群有關係的紀錄片的演展 所以因此呢 每一年呢 非常非常國家 非常非常多國家重要的紀錄片的發表呢 是選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地方的一個村子呢 叫做海岸風暴 海岸風暴 為什麼叫海岸風暴 就是每一年呢 九月的時候呢 冬天開始來的時候呢 他們在這個海岸的那個 就是狂風暴雨 而且開始下雪 所以這變成是他們地區的特色 地區特色呢 這個海岸風暴呢 在薩米花裡面叫綠度綠度 所以綠度綠度就變成是他們音樂節的這個名稱 所以呢 每一年呢 有很多紀錄片的工作也會去那個地方 OK 那麼最重要還是音樂的部分嘛 對不對 那麼這個音樂的部分呢 他們呢 是以北極圈的音樂為主 也就是說因為他們的音樂是游牧民族音樂嘛 OK 那所以呢 他們是從這個圈裡面慢慢的擴大 也就是說呢 他們是以北極圈的游牧文化音樂呢 作為他們的主體 所以就不是僅限於的薩米族的音樂 他們還包括西伯利亞北部 還包括哪裡 還包括日本的北部 因為音樂他們根據他們調查的時候是相通的 所以包括日本的北部的音樂都去那個地方 所以變成是呢 一開始至少是前十年呢 這個地方的音樂節變成是整個北極圈的 游牧民族的音樂的一個中心 音樂的中心 如果我們從這個概念轉到 轉到哪裡 轉到我們橫村 會變成什麼樣的東西 會變成是 因為全世界彈這個二弦的樂器其實很多嘛 包括什麼 包括整個中國的南邊 包括到印度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彈這種簡單的兩個弦的音樂嘛 所以從這個概念發展的話 我們就有可能說 我們每一年要這種族譜的 要這種戲譜的音樂的重要的代表人的傳統 都到我們這個地方來表演 所以讓我們橫村呢 變成是二弦琴的彈奏音樂的一個中心 概念是要轉過來的嘛 所以呢 他們在前十年就是以這個 西伯利亞這一帝圈 游牧琴奏音樂為主 然後慢慢的呢 開始有一些發展 慢慢有一些發展 比如說在這個最近幾年呢 他們發展的是什麼東西 發展出呢 欸 民謠都會用玩電子音樂 好像是兩回事嘛 可是他們想說為什麼是兩回事 所以呢 他們玩那個東西叫什麼啊 民謠跟電子音樂 所以他們邀請全世界來 用電子音樂來玩民謠 或是民謠呢 拿電子音樂來實驗的這種音樂家來 所以在舞台上就是非常的繽紛多彩 而且呢 民謠的眼上發展 完全是超過你的想像 還有呢 還有以原演的話 玩什麼東西 民謠跟什麼 民謠跟管弦樂 所以呢 他們又邀了很多呢 正史學生就很多了嘛 包括我們台灣的什麼 什麼傳統交響樂團 會把什麼 把什麼那個 傳統的台灣民謠 改變成那個管弦樂嘛 當然沒有那麼簡單啊 他們也邀這種 不要實驗性 所以呢 他們每一年都有一個策展主題 而且呢 很重要呢 他們是有一個核心 核心就是我們這種傳統音樂 再過來了呢 別的地方跟我們有 可以說這樣話的傳統音樂 比如說在台灣 我們可能會邀什麼東西 我們可能會邀台灣什麼音樂啊 為什麼 因為牛木板可能是受他們影響的 所以我們可能要邀 牛木板呢 我們可能要邀 恆春民謠的被影響的人 就是邀這個 排灣族的音樂來演奏 比較一下嘛 為什麼牛木板跟他們沒有關係 我們眼看一看嘛 對不對 原來這個排灣族 有些音樂支柱 是跟我們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才發現說 我們這個地方的很多 人際關係的方式 原來跟原住民有關係 為什麼我們比較 我們比較活潑 為什麼我們比較瀟灑 為什麼我們不會像 台灣傳統閩南的人 老師要賺錢 老師要怎麼樣 為什麼不會這樣 原來我們跟台灣族有關係 恆春民謠也跟客家的有關係 是不是邀一下美濃 是不是邀一下 這個新竹的客家鄉親來演唱一下 為什麼我們會受到客家的影響 還有原來我們這個 恆春民謠也受敏南的影響 還是哪一些影響 南館來演看看 北館來演看看 歌仔戲來演看 最近各位已經發展出歌仔戲了 所以這就是音樂節的概念 就是用音樂呢 來銜接不同的音樂 然後讓怎麼樣 讓我們自己呢 不僅是對我們的音樂呢 有更是更的了解 而且呢 讓我們自己對這些音樂 產生一下什麼 比較新的一個視野嘛 喔原來我們跟這個東西有關係 是什麼關係 所以呢 會讓我們的孩子呢 不會單純從我們的傳統 去看我們的傳統 他可能會從 台灣族來看我們的傳統 可能會從 閩南的音樂來看我們的傳統 可能會從 客家來看我們的東西 OK 所以這個是音樂節很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呢 他們在這樣辦的時候呢 開始可以怎麼樣 欸 我都已經請到 西伯利亞的人來彈 他們自己的音樂了 那我可能更想知道說 為什麼你們音樂會有什麼 是因為跟你們社會有關係嗎 所以呢 他們也談一些社會議題 譬如說呢 譬如說他們可能邀了一些 邀了一些 譬如說這個 美國北邊的這個 印第安那裡 或是埃斯基某人 來彈什麼東西 他們反對在我們地方做石油開餐 所以呢 他們可能編了一些歌 是反對開餐石油的歌 所以呢 你都在這邊唱這種歌的 那當然我想更進步理解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希望這個石油商人 來這邊開餐裡面的石油 所以呢 我對你這個地方的理解 不是只有音樂 還包括什麼 音樂跟社會的關係嘛 所以呢 這個也是豐富我們這邊的鄉親 我們這邊的年輕人 對這個世界的一個理解嘛 所以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國際教育嘛 這就是國際教育嘛 我們不是只有聽你的音樂而已 我還包括你用音樂來講什麼故事 所以因此呢 我對世界連結呢 不會只是這樣 不會只通過美國 不會只通過日本 不會只通過歐洲 我可能跟世界連結 我可以直接連埃斯基某人 我可能可以連 這個日本的愛女主 OK 這個連結變成是很直接的嘛 因為我們所 我們正常都跟我們講說 我們沒有國際關 我們沒有世界關 其實呢 他跟你講是什麼東西 他跟你講是 你不了解日本 不了解美國 不了解我 就這回事嘛 可是國際教育不一定要那個樣子嘛 所以這個是音樂節 很進步的一個方式 很進步的一個方式 OK 那所以呢 這個 綠都綠的這個音樂節呢 我被邀請過去的時候呢 是2005年 那各位知道 我不會唱啊 也不會彈啊 我去幹嘛 他們很有意思 他們有一個舞台 叫做詩人舞台 就是邀請全世界 用母語來進行創作的詩人 去到這個地方 去做什麼 朗誦我們自己寫的詩 我剛開始被邀請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就變小了 就念詩而已 也沒有什麼娛樂性嘛 可是他們就當作一回事喔 而且呢 我被邀過去的時候呢 我不是詩拿起來就是念 他們還包括什麼 他們還包括還安排 就是他為了每一個詩人呢 安排一個地方的義工 比如說OK 是這個裕隆 當我這次去六六義工 他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 他對我要做功課 對我做功課 第二個呢 他要翻譯我寫的詩 翻譯我寫的詩 所以呢 我在朗誦之前呢 就會有一個義工出來 然後跟大家介紹 周永工是什麼人 他寫什麼東西 我們為什麼邀他來 OK 接下來他會為各位念四首詩 每一首詩講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詩人 在他國家裡面 有什麼樣的影響 也有什麼樣的角色 OK 所以這一次可能有十個詩人 就十個義工 就十個義工 受到不一樣的十個國際文學訓練 十個國際文學訓練喔 十個國際文學訓練喔 所以喔 就是類似那種感動 是非常多種的感動 就是說第一個 這麼偏遠一個地方的一個族群 這麼重視這種詩 而且呢 他只邀請你過去的 不是讓你念念就好了 他有的跟你互動 而且那互動是呢 三四天喔 我還要住他家喔 我還要住他家 他還要安排我吃住 安排我交通 等於說是什麼 烘食的就是這樣嘛 所以那四天我就住在他家 然後他每天就跟我聊 聊我的生活 所以在失戀之後 我怎麼可能不會變成大朋友 所以他每年都會寄信給我 然後我每年想起大學 我都會回信給他 所以這個是音樂節所產生 很好的一種連結方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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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